今天要講的這個切分音的節奏練習 要加入輕重音的考慮了 也就是小鼓平常還是在二四拍下重音 但是其他的切分音今天要用比較輕的力道來打 在今天的練習當中 我們會發現在切分音的位置 有的時候你打的比較用力 跟有的時候你打的輕一點 會讓整個節奏聽起來呈現不同的風味 你可能會用同一種節奏形態去對應不同的音樂風格 但是差別在於每個聲部的力道去調整一下 就會聽起來像是不同的樂風 接下來我要說明Ghost Note 說這個鬼魂音或者是幽靈音 它的意思是這個音符要非常的輕 輕到有一點若有似無 讓你覺得好像有或好像沒有 就是這個聲音要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帶出一點點切分音的味道即可 並不需要特別的大聲 甚至要特別的去壓抑這個力量 所以這樣的概念叫Ghost Note 這個Ghost Note的打法 用到之前的四種揮棒練習 所謂的揮棒是揮鼓棒 用到這四種揮棒練習當中的Tab 就是輕輕的點一下鼓皮就可以了 現在我先示範Ghost Note 如果用對稱式握法的話 現在試試看 搭配踩在第一拍的大鼓 我要切在第一拍的第二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補充一下 當我要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的時候 第一拍的第四點要做Ghost Note 一個輕音 但是為了第二拍要下重音 所以第一拍的第四點 點的同時要把鼓棒拉起來 然後第二拍才能下重音 整個動作連起來是這樣 先一個up再down 唸一下拍子是這樣 1-E-N-R 2-E-N-R 1-E-N-R 2-E-N-R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在重音之後要馬上接一個輕音 所以前面這個重音的動作 要停在一個離小鼓鼓皮比較近的距離 注意這個重音打完的時候不要反彈的太高 稍微收在離骨皮近一點的地方 1-E-N-R 2-E-N-R 1-E-N-R 2-E-N-R 現在我要切在第二拍的第四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三拍的第二點 我要切在第三拍的第四點 我要切在第三拍的第四點 左邊 第四拍的第二點 現在我要切在第四拍的第四點 第四拍的第一拍 第四拍的第一拍